oh yeah 我抽到叉叉玩咯 我来跟他一起跳舞给你们看 很可爱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哈娜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玩 动物森友会口袋露营广场 大家知道要怎么召唤稀有动物来你家露营吗 如果不知道可以看看接下来的教学哦 在上一部影片 我有分享用复杂的探险双路游戏召唤到捷克 如果想看这方面的教学 可以点击上方连结观看哦 然后今天我要来跟你们分享 用旅游的货船出口 然后获得茶茶丸的方法哦 首先第一步 选择手作 点这个叶子的图示 往右边滑 会有像包裹的这个图示 点击 会看到这个黄金包裹 这个需要1000元哦 还有四种材料 朋友元素 快乐家协会元素 闪亮亮元素 木头元素 然后朋友元素呢 是需要好友才可以获得的 快乐家协会元素是需要上家具搭配的课 通过后就可以获得哦 然后呢 这些材料收集好了以后 点击 前往下定 完成后 点地图 选这个很像一艘船的图示 就可以看到有三种岛屿 然后如果没有看到动物的岛屿出现的话 可以点箭头 需要1万块的零钱 就可以更新岛屿 然后这里呢 要多刷几次哦 就会有机会遇到这种有动物的地图 然后我就刷到茶茶丸的地图出现了 然后我之前都是刷到饼干的地图 所以我收集了很多饼干哦 之后会拍一部抽饼干的 给你们看看哦 然后那天我到小粉粉家看到茶茶丸 好可爱哦 我就超级想要她的 于是呢 我半夜呢 就来疯狂刷这个地图 嘿 终于被我刷到了 我总共刷到第四字就出现茶茶丸哦 刷到茶茶丸的地图后 就选货物 黄金包裹 出货点数会刚好140 然后就可以直接出货了 然后点出航 它会显示出航中 大概需要5个小时 如果不想要等的话 也可以加速到达 要消耗夜票 但是因为我真的太想要它了 所以我就消耗了12张叶子票券 然后船就可以直接带图场返航 之后就是抽奖了哦 会有4个罐子可以选 我就选这个 绿色的罐子 结果没想到一下就中头夹 拿到茶茶丸的地图了哦 我真的超级开心的 那如果要是没有抽中的话 就再继续消耗叶子票券 可以抽其他罐子 或是放弃 再出航一次 然后拿到茶茶丸的地图后 就到复达的探险双路游戏 就会发现出现茶茶丸的地图 大家可以慢慢一个一个直骰子 到达终点 然后我是用最快速的 使用缤分元素或消耗5张叶子票券 就可以直达终点哦 就可以一次领取所有的奖励 和大奖茶茶丸哦 就可以一次领取所有的奖励 然后到你家露营场 选这个动物的图示 露营场的宾客 可以换成刚刚抽到的茶茶丸 就可以直接押请他到露营场哦 然后茶茶丸就会出现哦 你们看他坐在我的小花椅子上面看书哦 是不是很可爱呢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他呢 因为他的眼睛水汪汪的 我超级喜欢看着他的眼睛哦 然后我就把小搭档换成茶茶丸了 给你们看看吧 他边跑还会一边笑哦 很有趣吧 跳舞也很可爱 嘴巴张得好开哦 真的很好笑耶 好啦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啰 大家赶快去召唤自己喜欢的动物回家吧 那我的频道目前会出口袋露营广场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 刚好也有在玩 欢迎按赞留言订阅加分享 我是哈娜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啰 大家拜拜